刚才我们在潮汐湖的南路 有一个观光亭 远远的望去 这些白的建筑 于是我们就开车过来了 看看这是干什么用的 还没建好 好像是屋子一样的 这都是 钢筋汇泥土的结构吗 不是 好像是什么结构 简易结构 都是那种比较 就是比较轻的一种建筑材料 这种什么板子 对一种板子 极速板或什么板子 来拼的 拼的房子 房子挺大的 将来做什么用呢 这些还没有刷上漆 还没有给外墙 刷上白色的涂料 所以是灰乎乎的 看来还不少 这是一片草坪 这个水泥打的底座 水泥底座 说明这块很多 我估计可能是一个营地 搞什么的营地 这是在潮汐湖的 潮汐湖湿地公园的西面 这块地方 这个草坪特别大 这块 那两间都是 属于是比较长的那种圆形 这边就是基本上是圆形了 看是圆形 不过打的这个圆 不是很正 看这里 是装上这种窗户 门在哪呢 门是封死的 这些小圆圆的这些房子 可能将来作为 我估计 作为这种旅游观光用的 这种像帐篷一样的房子 蒙古包一样的 可以给 叫什么 旅居者提供一个方便 上里看一眼 这里 这个板子挺厚的 很保温 应该是一个门 两个窗户 一个门两个窗户 上面还有两个小耳朵 那个像鹿绒一样 鹿角 这个像兔子的耳朵一样 然后对面这个地方 以前我们去过 这个大棚好像是 养殖草莓的地方 就是说用工业化来养殖草莓 这个季节 就是比较 萧条 也没办法吧 冬天 南方的冬天 可能是 这个绿树茵茵 咱们北方就不一样了 这是在环湖西路和昆仑山路 这么一个丁字路口这个地方 现在站在环湖西路 再看一眼 这些建成的 这边是六个 这边是两个 八个 还有好多圈还没建成 将来可能是十来个吧 好多圈